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当地最重要的产业 前几年国内的政变再加上水灾 就像GDP好像坐云霄飞车一样 出口还出现了负成长 而一旦外界有什么样的风吹草动 像2008年的金融风暴 泰国的观光就会受到牵连 所以要立于不败之地 就要自己排养靠山 而从GDP来观察 这两年经济 确实泰国已经起飞 而大象起飞的第一现场 我们就要带您看看泰国政府的20年大计 泰国4.0 要如何担任经济成长的领头羊 第一站 我们前进曼谷 大家如果曾经从曼谷出发到帕塔亚 这段路经过的 现在被化为东部经济走廊 这正是泰国4.0的旗舰项目 预计将泰国的人均收入 会拉高一倍来到了15000美金 分别是北流府 川武里府 还有罗永府 面积有三分之一个台湾这么大 那么包括了像是汽车观光业 都是这里最具代表性的产业 未来陆海空基础建设 都会在这里大新土木 因此阿里巴巴他们就宣布了 将会投资3.5亿美元 盖他们在东南亚最大的物流中心 但是外资说来就来嘛 后来才知道 原来泰国端出了免税的牛肉 让台湾厂商都说 不吃太可惜了 德国汽车大厂BMW 即将成立电动车电池基地 中国最大电商阿里巴巴 大型国际物流中心将要完工 世界航太巨国空中巴士 也将打造最新机场维修中心 而这国际三大咖急着卡位 地点不约而同 都选在这里 Eastern Economic Corridor The EEC covers an area of approximately 13,000 square kilometers 台湾三分之一面积 泰国政府正推动经济4.0 这20年大忌要带动产业升级 2020年以前要创造 10万个工作机会 目标把泰国人均所得 颁费到1万5千美元 其中最重要布局就在漫谷东南方的 东部经济走廊 从北流府 春武礼府到罗永府 分别设立经济特区 地理位置不仅是泰国中心 更是东南亚中心 泰国最大的林查班港 正积极扩建 计划成为全球前20大港口 从曼谷到罗永府新建的高速铁路 能够串联首都圈的三大国际机场 将有效整合海陆空交通网络 目前在泰国通过的投资案 每两件就有一件 是在这里东部经济走廊 虽然这里占泰国的国土面积 不到百分之三 不过却是带动泰国经济 4.0升级的重要火车头 而在这里的安美德工业区 未来也将打造台湾 智慧城已经在向台商招手 东部经济走廊中的旗舰计划 是将原本的乌塔堡军用机场 连结周边荒地 打造成国际机场与大型航空城 目前只维修泰国航空飞机的场地 未来将成为国际级的航泰维修中心 每年上看千亿美元的航空大饼 原来有台湾人早就跨海提前插旗 航泰基本上不是有钱就可以弄的 这中间有很多一个 辛酸不是外人能够知道的 台商中国松是金宝经理董事长 从小在中立长大的他到泰国投资 纸巾刚好满20年 原本的小型水工厂 已经蜕变成精密板金厂 产品南瓜驾驶舱 仪表板在内的航电零件 未来放点航泰结构 包含坐椅机舱外壳都能坐 现在不仅接到空中巴士订单 就连波音也开始积极洽谈 真的很挣扎 这台要3000多万 买了未必会成功 未必会有订单 但是我们依然也决然投下去 因为我觉得未来主流应该是航泰 技术门槛极高 想跨进航泰产业 谈何容易 但中国松靠着过人胆识 和静静眼光 10年前就决定转型 2017全年营收将近13亿 其中超过两成来自航泰产业 你算看看这个极限 123456 6件乘以2成 并到线就这样 并到12件 走一趟工厂内部其实工人并不多 因为中国松同样打了上亿元 相生产线升级成机器人 这架红色的全自动手臂 能随少量多样的排成 自动换刀 速率比起人工快上100倍 是金宝的秘密武器 好 看起来完全相同的焊接机 是他们正在生产的零件料号 完全不同 在泰国已经立足30多年的金宝 有75%的生产线 他们生产的数量都不到100件 像这样的生产线 他们追求的不是量多 竞争力就在小而美 能够弹性解决问题 在全世界达向了名号 不再需要大量便宜劳工 可不归于返乡回台湾设厂 其实中国松也曾想过 但泰国政府给的诱因 真的填到史无前例 只要外资进驻东部经济走廊 最高13年托币缴企业所得税 甚至在加码 额外想5年所得税减半 我们不是只有打泰国杯而已 我们未来会去打欧洲杯 我们未来会去打 不知道 世界杯 财业升级金宝秀是最好例子 为了走向全世界 东部经济走廊是中国松的重要基地 而且又赤膚两意 准备再盖新厂 全球投资封泰国 光2017年来自国外投资 就高达2676亿台币 有钱的地方 台湾怎能缺席 台湾学好各式面包 送到镜头底下 只要轻轻一按 一共3.20美元 结账时间不到一秒钟 这个来自台湾的最新AI影像辨识系统 是台上的秘密武器 希望借由它抢食泰国零售业 每年大约1000亿美元的 肥厚大饼 台上幽默台下还要另类代言 因为外貌协会董事长 黄志芳身不重任 这场在曼谷的台湾形象展 就为了媒合台泰双方 找出互补合作机会 这个智慧制造 然后要强调这个高附加价值 的产业的时候呢 我们台湾呢 其实是泰国最好的合作对象 政府大力作多 但泰国的教育品质 层次不齐 人才水准无法跟进 企业接轨 因此泰国也邀请台湾大学进驻 准备成立东南亚分校 主力就在培养科技人才 毕竟当热钱消退 如何维持成长 泰国还要挑战 需要克服